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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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总局的双重标准也让业内人士颇有威慈 而另一方面 广电总局提出的娱乐节目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而各大卫视收到通知后反应不一 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 其一是主打娱乐节目的湖南浙江江苏等卫视 由于上半年研发的大批新节目都已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突如其来的政策壁垒 使得他们必须着手重新进行节目编排 不过对于那些本来就不走娱乐路线的卫视来说 对于现余的政策则普遍抱以支持的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 娱乐大台湖南卫视势必将进行大的调整 王牌综艺 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 已经铁定要占据播出三次娱乐节目当中的两次 而本周五上新播出的快乐女生又将占据三余当中的一个席位 其他娱乐节目如何在县令正式下达之后 完成乾坤大挪移也好 完成娱乐大变身也好 都已经成为了湖南卫视实在必行的举措 到底这个现余令针对谁 有人说都是选秀节目 而且是湖南卫视 这是真的吗 今天现场呢 跟我们快聊这个话题 聊选秀内幕的 是对两岸这个影剧圈呢 都观察很多年的资深影剧评论员许盛梅 盛梅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盛梅 你觉得这是针对谁 我觉得是针对整个大环境 怎么说呢 有关所谓的现余令最近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那有些人认为就是说这是针对一些就是某些特定的节目 但是表面上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个湖南卫视的这个节目播出时间太长 快女毛 但我个人的观察认为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是从2004年到现在 这个所谓的选秀节目已经蓬勃发展到一个风潮了 那当这个风潮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知道全世界都一样 在欧洲 在美国 在任何地方都一样 娱乐产业市场它很妙 它是一个浅叠型的市场 它是只要有一点点震动 它就会有大海啸的 那有一些节目开始红的时候 就会其他的节目开始做仿效 那我觉得以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的娱乐市场是用市场机制来做一个调节 如果这一类的节目过多之后呢 市场不需要了 或做了太多收视率不好的时候 它就开始开始做一些排解 但是在目前大陆市场来说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环境 跟整个文化的演变 目前这个选秀节目它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阶段了 那难以控制的话呢 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所以您刚问我说有没有限于令 我认为有限于令 有没有确实的条文 不会有确实的条文 是因为以目前整个娱乐市场 娱乐产业 跟整个世界的风潮 你不可能有一个条文是说 我限制这个时数要多少 要有多少人不可能嘛 以现在这样走上 但是有没有这样一个限制的这样一个具体行动 我认为有 你也觉得要有这样的淘汰机制吗 如果以我个人来说 我知道现在限于令引起两方面不同的想法 当然有些人认为就说 在现在整个风潮 娱乐市场因这么蓬勃发展 根本不需要再限于令嘛 因为市场积极就可以了 观众喜欢看的 就变成是收视的保证 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看 你要看这个地区 它的社会 我刚提到了 它整个社会 它的文化脉动 有没有跟上这个风潮 如果它没有办法跟上这个风潮 就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发生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所以我认为广电总局这个限于令 有它一些针对整个大环境做一些市场的调节机制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必要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问了各大卫视 当然这个卫视主管都不会明白说的了 现在也没有看到白紫黑字 可是很多人说限于令呢 其实都存在各家卫视主管的心中默契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限于令 其实就是限制舆论播放的时间 在晚上5点钟到10点钟呢 这个娱乐节目 所谓娱就是娱乐节目 每周的不得播放超过三次 每次时间不得超过90分钟哦 我们看现在有些选秀节目都超过90分钟对不对 可是什么叫娱乐呢 意志 游戏竞技 带娱乐元素的服务类跟新闻类节目 都叫做娱乐节目 我不知道为其放大惊算不算限于啊 可是这样子的范围你觉得那一般谈话性节目 如果聊一些娱乐的东西算不算呢 所以很难说嘛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人说其实这个限于令呢 虽然听起来很广泛 但目标呢其实针对很明显 这是因为在大陆有一个呃 有一个人他在微博上呢 直接点名说这个限于令是谁 我们来看看 这个人消息来源是倪震东的微博 谁是倪震东呢 他是大陆青柯集团创始人 他在微博上写了 2012年你也许再也看不到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了 据今日可靠消息 由于今年快乐女生节目超时 湖南卫视2012就是明年 所有选秀节目将被封杀 这是倪震东个人微博的说法 可是我就要问了 为什么倪震东的说法会所有媒体都引用 这个人到底什么背景 基本上呢 这个湖南卫视的高层 倪震东跟湖南卫视的关系 但是在他这一篇文章贴上去之前 其实湖南卫视的台长呢 被外传是已经被请去喝茶 就稍微跟高层聊了一下 对对对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我认为 广电总局希望对这些节目做一些限制是有的 但有没有具体条文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认为不会有具体条文 会真正去伸手去限制 说一定要怎么怎么做也不可能 但是他把他这个东西放大 又有另外一种这个 我认为另外一种手段是炒作 谁要炒作 我觉得湖南卫视 为什么 这个时机也太凑巧了 9月1号 快女什么时候要决赛 16号 是的 那在快女之前 她们初赛 决赛 总决赛 复赛 就很多很多的这个行程 它其实是一个炒作的一个行程 听起来很阴谋论 真的吗 可是对于做这个娱乐节目的人来说 其实你就需要一些爆点 这个点够爆了吧 是不是 你们将看不到了 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再不看 也许明年你就看不到 这么精彩的一个选秀节目 所以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们就拿着这个东西 就借着这个借力使力 其实你这个说法我也听过 因为今年的快乐女生 其实投资特别大 对 她今年呢 还跟另外一个新媒体合作 而且这个新媒体呢 这个连续的投票 长达几天呢 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哦 长达72天 而且全天候播出12强 在承包里头的生活 对 我感觉这不太像歌唱选秀节目 比较像什么 实镜秀 像实镜秀对不对 对 尤其是像那种什么挑战 然后让你24小时无作对戏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成本花下去多少 这是很不要断片 一个实镜秀 你看24小时 而且它要租向那个城堡 然后随时随地拍下你的这个生活起居 你再练习 甚至你的化妆技巧 而且是很多人参赛着 这样子整个下来不得了 这样的费用台湾 其实如果以台湾做节目的方式是做不起的 可是说句实话 看起来有点 怎么说 这些人看起来是不是素颜 好像有点太干净 太没有修饰了吧 很多人要看 就点阅人次多少呢 有好几亿人 所以我们真的说选秀真的很风靡 所以你自己觉得到底要不要限制 我认为要做一些限制 为什么要做一些限制 我举一下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说这几年其实非常多这样的选秀节目 在今年大概八月多吧 之前七月多 我接到一个邀请 也是到大陆去参加这个评审 那为了要参加这个评审 我就上去稍微看了一下 这个节目的一个状态 因为全盛时期 整个就是大陆地区 大概有将近一百个类似这样的选秀节目 或类选秀节目 我发现它不是单纯一个选秀节目 你知道这样一个节目 它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都在这个疯狂当中 评审也会是一个新闻 选秀者也是一个新闻 那我们刚刚讲 您也提到就是说 这些素人看起来很干净 可是你知道 跟我自己家用摄像机拍得差不多 有什么特别 可是纯旧节目的操作来说 就是因为它是个素人 我们要把它做成像明星一样 受到大家的喜爱 或受到大家的 有偷窥的欲望 我想知道你的十一柱心 我想知道你的私人事情 我是不是要包装 对 那这个包装 第一个要砸钱 第二个 这故事要铺陈 第三个 真实跟虚幻你就难以辨别了 所以你觉得所谓素人 其实是造假的素人 不能说完全造假 我们从电视的语言是说 就是铺个梗 就是也许你家里小时候是担心 但他会把你说成七离子的散 家破人亡 也有可能 就是这个故事要吸引大家 才有这么高的点阅力率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点阅力率 所以你知道吗 正反两边的意见都有 我们来看看 其实传出有限于 还有这个所谓的微博出身之后呢 到底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这是网路上的调查 要不要支持现余的力呢 结果旗鼓相当 其实很高 支持的有47.46% 可是不支持的呢 46.38% 为什么支持要现余呢 他们认为说 选秀早就不单纯了 像刚审美说了 掺杂了太多东西 对 有人说选秀节目越办越垃圾 可是反对派人士就觉得说 OK你可以看不起庸俗 可是不要剥夺低俗的权利 而且应该要由市场来选择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两难的状况 对不对 电视有时候有娱乐教化功能 但是有人说 电视何必那么的严肃呢 不会就是娱乐笑一笑 就算人家知道说 你这个妻离子散 可是人家也怀疑说 不是真的了 但是看在你很耐心 编故事的份上呢 也仔细听一下 所以你觉得这反映了什么现象 其实这个47%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市场 所以市场就是说 因为太多的观众也发现 这样的选秀节目 不是我当时想要看到的歌唱节目 他们想看别的 我们为什么要说它叫做选秀节目 选秀节目分两类 一种是纯粹的选秀节目 包括像湖南卫视早期的 所谓的超女到快女 快男之类 它都就是歌唱型节目 那东方卫视的所谓的中国达人秀 它就比较是表演性 就是才艺性 但不论怎么说 都是集中在才艺方面 但是久而久之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综艺节目了 对 除了评审也在综艺 为什么 评审 你慢慢看这样的节目 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评审不再是评审 主持人也不太像主持人了 其实还有一点 就像我们说选秀呢 其实选出来代表什么 等一下我们就带您看看 为什么选秀会这么风潮 因为它的确带动了 某些明星效应 但是当中有些是恒星 还现在还在发光发亮 有些是流星 就舞台上看完 然后就不见了 到底选秀有哪些效应 捧红了哪些人 哪些人又一下消失呢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内幕告诉您 欢迎回到维机放大镜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因为现余令的出现了 又让大家对选秀节目 这个争议呢 又进一步讨论了 其实说起来选秀一开始 是非常中性的 甚至可以说呢 它给这个平民老百姓 也有发声 也有发亮的机会 但是为什么发光 发亮之后 有些人不能持续呢 这当中有很多因素的配合 这也凸显说 一个选秀不足以成事 接下来我们要看几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两岸三地都很红的肖敬腾 肖敬腾是在台湾的 星光大道PK 结果一炮而红 但是当年的冠军 现在却没有他这么的闪耀 为什么呢 先来看看肖敬腾的例子 就是这一首背叛 让肖敬腾在歌唱比赛中 一战成名 当场打败星光帮最厉害的杨宗伟 还得到黑蜘蛛的封号 有着浑厚性感的嗓音 肖敬腾不只是星光帮 文之色变的对手 今年才二十岁的他 已经在西餐厅铸唱多年 拥有广大粉丝 场场爆满 除了助唱歌手 他还有另一个学生身份 因为歌唱比赛声名大噪 连同班同学都为他疯狂 只要你能愉快 加油 思绪下的肖敬腾没有台上的气势 讲起话来更害羞 因为参加这一次的PK赛 那就是会被网路上的人攻击 就包括我在内 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其实我相信大家就是 都不是想要扮演 就是去把他们踢掉的 角色的一个人 因为好歌喉一气沉迷 肖敬腾的生活有了改变 而他的歌唱梦也会持续下去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肖敬腾 从选秀节目出来 有人说他的境遇的幸运呢 其实只有第一届的超女 李宇春可以比 顺美你从他出现在 超级星光大道 出现一开始就盯着他了 说句实话 他只出现三次 为什么超级星光大道 从来没有像他这么样的明星 肖敬腾的崛起 就是选秀节目一个 完成一个素人梦想 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要讲就是 那个时候他叫黑蜘蛛 那我们刚刚其实在 那个Visa里面也看到 就是说他一开始在上去 跟杨宗伟PK的时候的样子 跟现在差很多 那个时候就是一副 很颓废派的模样 为什么呢 他当时有一个band 他有一个乐团 一个工作室在新北市的附近 我们常去跟拍 他以前很穷 常穿着拖鞋 然后到附近的面摊吃面 面摊老板娘很喜欢他 就每次给他加大的那个面 这样子 面一碗才大概30块左右 是不是他用歌声来抵面姿啊 有可能 他是一个可爱的男生 但去PK这一次呢 其实只上去了两三次 所以他也没有完成比赛 他只是去PK 那为什么他能够因为这样一个比赛 而爆红式 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像您刚刚提到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恒星 有些人只是一个 一顺其事 对对对 我觉得跟他后来的包装 他的个性也有关系 肖敬腾人生的第一个关卡是 当这个黑蜘蛛爆红的时候 他牵给了我们圈内一个 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 经纪人叫Summer 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非常厉害 是一个超级的经纪人 这个Summer一看 这个肖敬腾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你要停半年演出 我要重新包装你 你的歌声 你的造型 各方面 我希望你给我半年时间 你知道在这半年的时间 肖敬腾的父亲 不断地提出抗议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 在这个选秀比赛里面爆红的人 他都会希望 我立刻就要有演出机会 要赚快钱 我立刻要赚钱 对 但是那半年 肖敬腾选择了 相信他的经纪人 那个时候 引起好大的风暴 半年过去了 他起来了 他的第一张唱片 一炮而红 大家看到了肖敬腾 他的声音 经过了再次的修饰 所以各位 不是参加过选秀比赛之后 你第一张唱片 你就平步清云 你就直上青天 不是的 你中间还要经过 很多很多磨练 但很可惜 很多去参赛的年轻人 他不懂 他以为 这个就是一个摇篮 这个摇篮 就帮助你可以登天了 那肖敬腾的例子 就告诉大家 并不是 跟他同期比赛的杨宗伟 其实杨宗伟是不是赢了 如果这两个人歌声 当然不分宣制 但我必须讲 我个人偏爱杨宗伟的声音 他在台湾的各种金曲奖也好 金马奖比赛 唱的那个组曲 实在太棒 他的歌声有沧桑感 但为什么他现在落后一大截 那就是性格 我刚刚提到了 肖敬腾在比赛之后的爆红 他可以耐住那半年 经过琢磨 于是就是横行了 升上去了 但是杨宗伟 他因为那个时候 他签了经纪人 跟经纪人之间有一些纷争 他就这样等待了两三年 当然现在出了第二张专辑 那个男人也很好听 但是可惜了 就停顿了好几年的时间 要不然其实他早点出发 因为杨宗伟的年纪 又比肖敬腾要大 如果他能早点出发 早点找一个超级经纪人的话 我想他现在的成绩是不可同日而已 我觉得你刚刚谈到肖敬腾的故事 我就想起这个2005年 就是超级女生 李宇春那个时候 有一个同业告诉我 他说很好玩 这个超级刚比赛的时候 他要访问李宇春多久 就访问多久 后来呢 等到三个月之后 那时候已经玉米粉丝非常非常多了 然后他要怎么样才能接触到李宇春呢 要化妆成饭店员工 才能够慢慢接近他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种选秀平民造神 造星的运动非常快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肖敬腾可以赢了杨宗伟 一样在2005年的超女 出了李宇春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出现像李宇春这种绅士 相对来说呢 我们刚刚说这是恒星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人 这个也是一下子在全世界爆红 可是大家都在想 他的下一步还会那么红吗 因为就像李刚刚说的 经纪人也把他包装了 但是包装之后 会不会掩盖他原来的个性呢 就是英国的苏珊大妈 来看看他崛起的故事 英国苏珊大审再创奇迹 他的新专达星光圆梦 在英国发片首周立即登上排行榜冠军 并且以40亿万张的惊人成绩 创下英国专达首周销售的新纪录 而翻唱自滚石合唱团的经典单曲野马 也占据单曲排行榜第九名 现年48岁的苏珊大神 因为出生时脑部缺氧 造成学习迟缓 既没有约会过也没有接吻过 突然爆红后出现适应不良的状况 但如今苏珊大神克服压力 从平凡的相见欧巴桑 到全球的知名畅销歌手 也圆了他人生的一个梦 好我们刚刚听到 他唱的歌是I dream a dream 真的是一个dream 只是这个梦可以做多久呢 有人觉得说他的声势下滑了 你的观察 苏珊大妈跟刚刚我们提到的 肖静婷跟杨宗伟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对苏珊大妈的声音非常棒 天籁之音 但是那个天籁之音来自于 他朴实的外表 他太干净了 他的声音的干净 加上他的外形 连那个评审都被吓到 就说原先那个评审是不太 不太想让他表现的 因为觉得你不过而而 就是一个平常买菜的大妈而已 结果他声音出来让人惊艳 好这就是我刚刚讲 选秀节目他会造神 反差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造出来这个神之后 你的性格 我刚刚还是要讲 就是性格会决定你接下来的命运 那苏珊大妈第一张专辑 当然非常轰动 到世界各地去做宣传也好 然后收到了礼遇也好 但是你后来看到 是不是很多的负面消息 对 比方说好像有大头症了 比方说好像应该出席了一些活动 他没有去了 好他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他是一个朴实无华 是那么接近大家群众亲切力 很强的一个大妈 但是你接下来传出了大头症 就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歌声跟你后来的性格 是不吻合的 于是大家会对他开始幻灭 为什么 因为歌声有时候 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这个想象空间 就开始破灭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我一定要讲 就是我们的小胖淋浴曲 一开始大家觉得 这个小男生一站上舞台的时候 哦 这个苏珊大妈的这个山寨版来了 对没错 我也这样觉得 境遇是不是一模一样 到美国去唱 到处去唱 但现在他在哪里呢 你接下来要走了那一步 真的是非常艰难 我觉得你刚刚形容这个幻灭 对大妈或对小胖 连运群的幻灭 其实有点像观众 看选秀节目的幻灭 本来觉得说 我很渴望一个出身 跟我一样的人 我的邻居 像跟我一样平凡的人 可以登上舞台 把他的才艺 把他的天赋 表现给大家看 可是之后就陆续传出了 有短信造假 然后评审可能也被收买了 为什么选秀节目 会到现在一发这么多争议 就是他有很多黑幕 这些黑幕连评审 伍斯凯都看不下去了 伍斯凯看到什么呢 等一下很多内幕告诉你 我们今天放大检验的是 选秀节目的内幕 其实盛美我发现有一点 这个选秀节目 说起来它的产值真的很大 不止捧起了 我们刚刚看到 像肖静腾 李宇春 这样的素人明星 其实还有一群人 也得意很多 就是这些评审 对不对 你知道选秀节目 它的特色 跟一般的综艺节目 戏剧节目 不一样的就是 评审比主持人大牌 你仔细去观察 周立波 伊能静 包小松 包小博 都比主持人大牌 那再来就是主持人 当然就是比这个参赛者 要来得有知名度 对 那像这样一个节目呢 他真正的明星在哪里 就是在评审席 尤其评审不单纯是评审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很多选秀节目 它开始塑造这些评审 这些毒舌评审 或每一个评审 它有不同的风格 有些人犀利 有些人凶狠 但有些人就是催泪 所以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 你看像伊能静好了 他走的不是犀利风 不是嘲讽 或者是凶狠风 走的就是温暖 鼓励 催泪风 对 为什么 因为通常这个评审席上面 只有他一个女生 他的柔弱的形象 所以他在达人秀里面 就让大家看到 伊能静的表现 哇 非常受到瞩目 那周立颇又不同了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非常大万级的主持人 所以他就是一个走犀利风 所以每一个主持人 有他不同的位阶 可是你知道吗 也有人批评说 就像他们的分工一样 有些人说他们的台词 或者是说他们的评分 其实都是已经先内定的 所以很多人说 这就是选秀的内幕 当然这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 因为有一个评审跳出来 他说他不玩了 这个人就是吴斯凯 他为什么不玩 他暗指作弊的是哪个节目呢 听听吴斯凯自己的说法 这几年资春歌手除了唱 就是跨行当评审 但吴斯凯接受专访时 透露他拒绝再玩 因为选秀有黑幕 吴斯凯自认对音乐要求严格 但制作单位常常会因为 看好某人 希望他在分数上多帮忙点 如果你在加一个适当的肢体语言的话 你会把这个故事说得更美丽 更动人 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 走音走的太多地方了 两个节目吴斯凯都当过评审 像是超级星光大道 我心我秀 梦想中国 到底是哪一档节目 要求他造假 吴斯凯确实点到为止 这位牛人猜猜者 因为太卢 把吴斯凯气得当作离席 可见得吴斯凯对于自己的 评分标准有多要求 这一次吴斯凯语出惊人 节目主持人陶金莹 跳出来澄清 吴斯凯说的应该是大陆节目 因为主持七届以来 的确很多人来拜托 但绝对不可能内定关说 只是强调公平的选秀节目 被音乐人爆出造假 杀伤力还真不小 票是可以拜托来 那不就是玩假的吗 你觉得吴斯凯在说哪个节目 我想应该就是 他刚刚提到大陆的 这个选秀节目 因为在台湾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过我不去讲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 就是在这样一个 选秀节目当中 评审往往就是一个 明星聚焦的一个焦点 对他们来说 他们扮演的 就是一个批评者的角色 绝对不能随波逐流 因为你随波逐流 你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被观众所唾弃 因为观众就是要看 你不一样的那一面 那很多的 像台湾的音乐人到那边去 他们都已经赢了 所谓的赢是 我们刚刚提到 像吕宇春那个节目 做过一个调查 湖南卫视 它的收视率是11 一直往上跳到15的话 它有4亿到5亿的观众在看 你看这个产值有多少 它的广告收入 一年是25亿人民币 这个25亿在台湾 可以买一个电视台 那以这样的一个产值 你知道对很多这个评审 不论是在大陆的也好 或台湾的音乐人也好 只要站上那个舞台 你就赢了 你批评也好 你甚至去戳破 他们的黑箱作业也好 你都是赢家 而且听说面子里子都有 因为这个里子 听说评审费 给的非常非常高 评审 其实真正 真正的收入不在评审费 为什么 因为在于那个曝光量 我刚刚提到 你就可以做其他很多 一个节目 如果平均有5亿的人在看的话 更何况 5亿还不算你在网路的点阅率 我刚刚只是讲的是 电视台的收视率 你一旦 每一次一个选秀节目一结束 尤其是总决赛结束 这个网路狂点 那个疯狂在狂点 说这一段的对应 评审的对应什么 你想想对这个评审的产值有多少 举个例子 谁的产值赚最大 我觉得我刚刚特别提到 伊能静 为什么 因为我必须再提一次 就是说伊能静之前 有一些比较绯闻风暴的事情 其实对他一些广告代言 戏剧演出会有一些印象 对台湾喜欢他的观众朋友 也觉得 最近都没有他的一些代表作 但是他在达人秀里面 这个角色却非常好 是因为我刚刚提到 就是他扮演的是一个 比较温馨的眼泪公式 还有一个 他不单纯只是评审 因为在达人秀之后 他这些选出来的达人 会有长达半年的时间 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会 就是有一个达人实境秀 就请伊能静当主持人 跟策划 来拍说 这些达人去参加 世博的演出 这些达人去参加 什么地方的一些表演 那怎么样去规划 他们未来的演艺之路 那伊能静就 从头到尾能够参与 当然伊能静对外的说法是说 他为了这个中国达人秀 他其实推掉很多 瘦身广告啦 什么一些巡回演出之类的 可是你要知道 我刚刚一再提 对一个艺人的禅值来说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太多人可以看得到 对 我不知道伊能静 到底因为这个达人秀 赚了多少 可是我看过一个数字 据说呢 光是达人秀 他的评审 一级费用就是六万人民币 那其实比起 就像盛梅说的 比起他刚刚另外的收益来说 这算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所以说起来 伍斯卡很勇敢 他把大把的钞票 大把的收益往外推 一定是他看不过去了 除了内部评审之外 有人说其实还有一点 让他发飙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选秀因为实在太斑烂了 所以大家搞评审了 不只是我三五个评审 还有什么外部评审 然后评委那个什么 微博评审 他就觉得说 我是专业的歌唱节目 我是专业的歌手 制作人 现在你把我跟别人 摆在一起评 你觉得 伍斯卡会不会有点太过火 因为我素人 而且最后明星 其实就是要让普罗大众去评价的 我让观众当评审不可以吗 我觉得伍斯卡的抗议是透露了 这个选秀节目的冰山一角 因为你看选秀节目的流程 有多么的复杂 他之前有海选 中间还有出赛 复赛 决赛 这中间的过程太冗长 那这个过程当中 越冗长的一个过程 就越容易有很多的弊端发生 那这个弊端就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透露 这当中的一些问题 他受不了 但我刚刚一再强调就是说 不论你是认同这一个环境 或者是你不认同这个环境 你都是赢家 因为你会在那个上面发声音 那当然 玉凤你刚刚问就是说 这样公平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刚提到六七月 我接到这个评审的邀请的时候 为什么要请到一个媒体记者 做评审 是这样 他当时开出来的名单就是 专业评审 音乐评审人 有黄书俊 然后主持界的 或者是艺人界 有周立波 柯宜敏 歌手 那他请了三个媒体人 一个是北京的这个新浪的一个代表 那另外一个是搜狐网的代表 那他们就考虑到就说 因为台湾有很多超偶的比赛的 这一个就是选手到那边去比赛嘛 所以他们希望有个台湾的媒体人 于是他们说 我能不能也到那边去 当时我蛮惊讶 就是为什么也加入媒体 那可能就这样 像你说 就是说 我们也提出质疑 就是说你这么多的评审 网路也有 观众票选也有 然后现在又加入媒体人 有这么多 那你会不会失去一个方向性 因为每一个人评审的其实不同 这也是吴思凯痛苦的地方 我相信黄书俊也很痛苦 是因为 如果你纯粹是一个歌唱比赛 我就你的发声 咬字 你的声音的表达 情感的这种流露 我可以做一些专业的评审 可是其他人 尤其是素人 或所谓的海选 或者是你透过短信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选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就会距离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遥远 向高收视节目喊话PK 拉抬自我神价 第二个 这个更多争议了 待会我们好好谈 就是发布虚假的短信 买票跟冠票 还有大家不满 就是说 平民选秀节目 越来越非平民化了 很多这个选手 可以说 也许已经出过唱片 或者是已经铸唱了 但两岸分别游走 还有叫他公平性 吴思凯就觉得说 有内定 另外我们看到 就是克隆峰盛行 审美疲劳 这个也一样 那个一样 其实大家都抄袭 就是海选 然后PK 然后复活 这当中呢 最被诟病的就是短信 你知道买票多夸张吗 有一个超女的妈妈说 家有超女是大不幸呢 为什么大不幸 因为要花大钱 我们来看看 怎么买票关票 之前的费用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出的 最低的标配 没有五千块钱 是肯定下不来的 有很多人都可能有 上万啊 两三万是肯定有 小江毕业于艺术类院校 在学生时代是选秀活动的热衷参与者 所以对各种选秀活动的内情了如指掌 就他所说 参加一个草根性的选秀活动 就要花上两三万块钱 而且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 想当第一得掏十万 这么多的钱都花到了哪里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刚比完赛之后 我上来就是大巴车一起回酒店 然后他们有刷票公司的人 直接就向我们递名片 说你们要刷票的话可以找我 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很直白了 那你想投多少下 我肯定是 就是即使不是第一 也得第二第三吧 你肯投的话 我百万之一把保证 你可以投到前十名啊 如果你要投的话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让你 今天你到明天这个事 你就可以看着让你在前三名啊 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可以让记者 积身前三名百万以上的票数 可见刷票公司的能力有多么强大 而且网上的各家刷票公司 都在自己的网页上标清 定制软件 包名次 可实现无人看守代理投票 IP独立真实有效 无备清票 这些刷票公司的承诺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投的方式其实跟你差不多 只有我们投的速度 是稍微快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 有一个平台了 然后就是我制作这个软件 然后再挂在这个平台上 平台就是全国各地 有几百万的会员的 然后这些会员 在我们这个平台下载 我做的那个软件 然后根据这个网站去投票 听起来这些冠票买票团体 是这个选手 这个评审之外呢 另外一个受益者 到底买票手法有多少 但是这样的选秀节目 它会产生一种 中间的仲介公司 我们刚刚讲的 就发短信好了 你怎么可能就 一开始会这样 就是我们家 你刚刚讲的 就我们家有超女 或快女要选 那就发动轻友团嘛 对不对 想办法啊 这个发短信之类的 但是我不会有 一百万个亲戚啊 对 问题来了 怎么做 找专业的人做嘛 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 已经看到 就是就有人 专门做这个生意 因为第一 你要知道选秀的时间 怎么进去这个厂子 第二 怎么做这些东西 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也提到 连参赛者本身 都是职业的 他像在大陆 他可以各省 我刚刚提到 全盛时期 有一百多个 选秀节目 到处去比赛 到处带着粉丝 那做什么 他就是有钱 没地方花嘛 还是享受 变成巨星的那种过程 是不是 这他的人生自由 我们也不能干涉了 但是选秀节目 走到这一步呢 就走火入谋 可是我就很好奇了 说句实话呢 这个选秀的达人 选秀的始祖 就是美国的 美国偶像 对不对 American Idol 可是American Idol 没有这些问题吗 他有没有买票呢 如果没有的话 人家怎么做到 为什么两岸就做不到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国外的选秀节目 是怎么防止这些弊病的 马上回来 我们今天放大检验的是 选秀节目到底有什么黑幕 顺便我们刚刚聊到了 你看吴斯凯当评审说 他说评审呢 有这个压力 要求一定要评给谁比较高分 然后呢 短信也有造假 可是美国的这个 American Idol 美国偶像 还有英国的达人 都办这么久 都没听说这些事 为什么 我觉得是国情不同 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 像在亚洲的娱乐市场 它有一个特性 我刚刚提到 就是会有 你刚刚提到是克隆峰 其实在台湾 我们叫一窝峰 其实是一样的 哪一个节目开始红了 就开始遍地开花了 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当你的市场 被这些同质性的节目 开始复制又复制之后呢 问题就会产生 那为什么英国跟美国 这个节目比较不容易 有这样的问题是 第一 他们没有复制这么多 这太恐怖 这跟细胞在繁殖是一样的 发现它的细胞都在亚洲繁殖 但是你繁殖之后 你品质就会降低啊 那再来就是说 我刚提到就是说 选秀节目 它越来越变得 那个流程太长 太长之后 就很多的东西会进去 但是在美国跟英国 这个节目 你现在去看 它还是很单纯的 一个选秀节目 就是歌唱比赛 没有这么多的海选啦 PK啦 复赛啊 决赛啦 中间还有短信啦 之类的 它没有这么长的流程 还有就是 因为节目越做越大之后 我们会有很多的厂商 做一些置入 台湾也好 大陆也好 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说在美国或英国 有没有 有 但是做法没有这么的庞大 我觉得太多的东西 置入进去之后 你会让这个选秀的主轴 偏离了 你现在回头看 它们还是一个歌唱节目而已 还有一个关键 我觉得是因为市场不一样大 我们刚刚谈到说 两岸的选秀节目 都是潜叠子 因为两岸的频道 两岸的市场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国偶像 或者是英国达人秀 它可以输出到全世界 其实它可以不用赚 短信的通信费 可以不用赚置入 但是它可以赚 全球的授权版权费 这一点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产业 要怎么做大做强 才有可能有一天 做到不是这种 克隆的风气 你刚刚其实盛美 我们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不只是评审 或者是买票 关票坐下 还有一点 就算我这个制作单位 不想作假 可是我也面临一个瓶颈 达人就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秀场 所有的这些选秀选手 就跑来跑去 也就是这一点 让观众造成的审美疲劳 有多么疲劳呢 我们带您看看 你就知道说 光是一个节目 他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有些时候呢 就难免出现了 潜履济穹的时候 全身像机械一样 随着音乐摆动 来自农村的 19岁青年 卓军自学街舞 从没想过 能在上海 8万人体育场 跳舞给大萨看 卓军已经变成中国的草根偶像 一路过关斩将 夺下达人秀冠军 只是看看总决赛的梦幻狂想曲 和之前的稻草人之恋 都有一样的月球漫步 舞步上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 在手中转动的水晶球 仿佛有了生命 华吉美人选手胡启志 在最关键的比赛 秀出的却是很常见的火鞭舞 火球在身边绕啊绕 虽然融入武术动作 一气呵成 但和魔幻水晶球相比 稍稍逊色 难怪评审有点失望 从水晶球到钢圈 一直到今天的火鞭 我倒觉得 没有前两个节目 像我们那么感觉震撼 而这位空中飞人安东 照样靠着一根铁杆 展现绿与美 转啊转再奉送倒立 但一调出上星期比赛画面 这表演是拿来重播吗 可能先前这些达人都太牛了 节目第二季落幕的这一刻 观众期待才会这么高 我看了之后呢 我都替这些达人难过 说句实话呢 要我跳那个什么火舞 爬上那个怎么样转 我觉得我可能练一辈子都练不成 对不对 可是评审就觉得 他们审美疲劳了 有人就比喻说 这好像初恋我一看你好美啊 等到二婚的时候就觉得 怎么长得一个样 可是可以将来评论素人的表演吗 其实选秀节目它可爱 跟让大家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惊奇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 像肖静腾也好 苏珊大妈也好 那你也会看到 像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有这些不同的表演 但是这也是选秀节目一个瓶颈 就是久而久之其实观众跟庭审都疲劳了 玉峰刚刚也提到 就是看多了 会觉得这一点都不稀奇 但是对这一个素人来说 他这辈子就只会 比如说吞火表演 对 或只会劈腿表演 但是在很多的观众也能会觉得 这个我觉得OK 所以前一阵子 我发现有很多节目上 开始做温情公事了 那个菜花大妈 送你葱 有没有 那个就是还蛮妙的 但是如果每一位大妈上来 都是这样唱的时候 我也审美疲劳了 他又觉得不OK了 那前阵还有一个选秀节目 是一个轮椅的男生来上来 就开始讲他家里有多可怜 小时候经历了多么悲惨的过去 大家看一看觉得挺新鲜 但如果每一个参赛者 都开始讲他悲惨声势的时候 你又开始被疲劳了 那是说故事比赛吗 所以选择 才就才艺比赛 选择节目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去 苛责这个就是所谓参赛者 说像台湾超偶的这个 就是参赛者 他们到大陆去比赛的时候 也是一套一样的 就一样的舞 一样的标准舞 一样的歌曲 只是对素人来说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你知道准备这些东西 其实他要花很多的费用的 我们想象一下好了 比如说蔡依林 她今天如果是个素人的话 她背后没有整个团队 没有国外的编舞家 然后没有舞团来搭称 她可能练一两年 也就是那一两套舞 然后在这个半年的选秀期间 她要怎么编出第二套舞 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们看明星 其实是看到明星 整个背后的团队 最后推出明星在前面 素人有时候真的也不能太苛责 但是也有人说 选秀节目就像你刚刚说的 到最后变成选故事比赛 而且甚至还有一点选秀 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 可能就是题材太难选择了 所以制作单位也没有精心挑选 到最后舞台上出现很离谱的现象 我们来看看这些真的很离谱的 舞台上来了三个辣妹 让评审看了都掉口水 不过一开口梦碎了 节拍全力都抓不准 还把最怪在高跟鞋上 这个理由也太扯了吧 但这位大妈的理由更牛 只为免费旅游 舞婴不全也敢来 那拿着旗帜来宣扬理念的 就不足为奇了 有理想OK 但最怕的是遇到这种祸出去的 为了参加这次的节目 我是蛇子来的 所以说决定放手一搏 我的沙滩花的圆圈 属于我两海一世界 不用特别的免贤 把工作都堵了进去 却是这样的表现 台下的评审碰上了这些怪咖 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可是我看下面也有一些 很热烈的反应 这些是职业粉丝吗 有些是职业观众 我刚刚提到 选秀节目 它就是一个精致的包装 到最后已经不是一个比赛了 它就是一个娱乐性的节目 可是我刚刚看到的怪咖 真的不感动 我觉得已经是制作单位 走火入谋了 它已经没有办法找出 更具有天赋 或者是更具有其他表现的 它就只好找一些很怪的人 然后希望博君一笑 这就不是素人 不是选秀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是除了怪之外 有一些选秀节目 还有一堆是明明是男生 那唱的是女生的声音 也就是你分不出来他的性别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表演的范围 但还有一些更糟糕 就是互接苍疤 包括就是说 其实这个人根本结婚生孩子了 或者其他家境怎么样 或者是去抹黑对方 我觉得在选秀节目上 已经太多人性丑陋面 已经越来越多 它已经盖过那个光明面 跟圆梦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看选秀节目 因为就像玉凤刚提的 你就看到一个素人 他的梦想达成了 对 但是这个元素已经越来越少 你看到的都是人性的黑暗面 假的这些短信 然后就是去攻击评审 或者是去做一些小动作 或者是其实你的身世 或者你的故事根本都是假的 你看到是越来越虚假的部分 听完今天我们聊这么多 也许接下来到网络上 你看到赞不赞成现余力 你要支持还是不支持的时候 你可能多反思一下 我们今天跟你说的这些内幕 今天很谢谢圣梅 下次也许我在上头 看到你当评审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